第十一届岛鞋年度表彰大会当中 周深也唱了一首给电影的情书 唱了很多人 后来又找来了其他人的版本 听了之后呢 就只想蔡芹和他的循环播放 确实如他所说 保留了原曲的味道 又打伤他自己的烙印 不出戏 他真的就有老派歌手那种味道 那种藏在歌里的韵味 他把握的是恰到好处的 又在最后的那一段 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味道 特别喜欢最后稍微拉高的那两句 感觉一束光被打进来 不突兀又逗人心魄 已经放进歌单 这次的表演呢 再次彰显出了 周深现在的歌唱水平 已经积极到什么水平了 对那些觉得不如原创的 经不住要说几句 这首歌算是我以前 刷蔡芹歌里巴的前五位了 前半段是周深的收唱 几乎都是蔡芹原版的味道 蔡芹最无法复制的唇后中音 周深完美地呈现了 且同样的 娓娓到来的风格非常到位 而且中低音区共鸣 达到了蔡芹的味道 应该是很大的突破的 后半段放开唱 往毛阿米现唱这首歌的层次上面靠了 整首歌在改变之后 加到了音乐的跨度 也从前面的娓娓到来 缓缓过渡到了 副歌重复时候的一往情深 真不要因为周深年纪小 就想要当然的 觉得它还不到位 这么说吧 这首歌因为太应景 曾经被很多的名家大牌翻唱过 但是周深翻唱过后的 后面歌手要翻唱的话 并且想要超越周深 恐怕才是真的有心理压力了 低音的醇厚 高音的丝滑 层次的分明 咬字的精妙 情感表达的既有层次又干净利落 加上最后的连续高潮的 绵长续细不间断 两个字完美 但现在的周深呢 应该是不会在意这些评价的 以我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说呢 看它就像是看当年 还只是江湖传言的黄岐山一样 再过十年再回头看 现在的周深翻唱的《几风》了 《烟花一冷》 以及这首情歌 那时候还能够得出 真正客观的评价吧 对我而言的话 小喜哥那句后称可畏 才是对周深最真实的评价 顺便说一句 这首歌的很多歌词 感觉就像是他在唱他自己 他对自己的歌唱事业 从来都没有自卑胆怯过 让他怂的 应该是歌词里吧 提到的那些 评价周深已经不能够 仅仅从唱功评价了 我从他第二次蒙昧唱将 就觉得他已经不再需要 质疑唱功等级了 在给原唱唱的时候呢 我们的歌和歌手之后 他已经一步步的完成了 个人艺术风格的蜕变 个人非常喜欢他的很多翻唱 看到翻张倒海的争议 从来也没有怀疑过 周深的翻唱最大限度的保留 和致敬了原唱的风格 又极其深刻的打上了 他自己特有的烙印 他努力做到既有传承又有开拓 并且收放自如张弛有度 试问以前的几维翻唱 同时能够做到 这两点的有多少呢 所以有很多大格局的原唱 都是对他肯定有加 比如说李健 琪玉 周华健 萨鼎鼎等老师 当然还包括了李克勤老师 和喜海带的日本演唱 同时呢 这也是很多像我一样的歌友 欣赏支持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新手家道 这道节目真的太好看了 随着节目组的不断进行 学员们的架考之路呢 也算是成功的告一段落 在10月23号的节目当中 学员也终于拿到了驾照了 对于辛苦历练不断学习的他们 终于算是得偿所愿 每一位成功的背后 都是离不开艰辛的付出 才刚开始 学车当中的一无所知 到如今都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司机 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可喜可贺 大拉新手一踢生的全员通过 离不开两个人的努力 那就是两位优秀的教练了 一位就是手动党学员的财哥 和自动党学员的溜溜哥 两位优秀的教练 在和明星学员的交流当中 不但是尽责地完成了教学指导工作 更是和他们处出了相当深厚的感情 成功通过考试 他们也是进行了一场 别开生命的汽车音乐节 开启了狂欢模式 为了这场汽车音乐会 他们也是做了精心的准备 这场音乐会也是非常的好听的 也带来了足够的惊喜 有两个人一组的 和三个人一组的小合唱 也有手动党学员的自动党学员 分别进行的大合唱 最后还有全体学员合作带来的 在架考当中作为新人为手为脚的他们 在这场音乐会当中瞬间变身亡者 而昔日的教练们反而成为了小迷地 真的是一场诗听盛宴啊 说到这场汽车音乐会 不得不提的就是周深和蒋敦豪 两个人带来的精彩表现了 他们两个人合作带来了一首《最好的我们》 周深和蒋敦豪带来的深情演唱 真的是太好听了 尤其是合音部分 蒋敦豪加上周深的天籁般的合音 二人的表演可以称得上是 猪脸必合一般的表演 两个人都是唱功俱佳的演员 这首歌也唱出了一种新高度 说起周深和蒋敦豪 两个人还在其他节目上面有过一段渊源 那就是两个人都曾经参加过 《中国好声音》这档音乐选秀类的综艺节目 只不过呢两个人不是同一期 周深2014年参加了第三季《中国好声音》 王雪映唱了《欢言》受到肯定 因为唱火了李健的贝加尔伙盘 获得了《中国好声音》金曲 但是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面 没有获得冠军 而那一届《好声音》的被张碧成获得了 而蒋敦豪参加《好声音》是在2016年 但是他却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了《中国好声音》的冠军 而且他有很多经典的歌曲 《天空之城》 《乌兰巴托的夜》等等 《民谣歌曲》的演唱也是非常好听的 往事已成回忆 如今周深已经不再是 那个事业好声音舞台的周深 蒋敦豪的唱功也愈发的有故事性了 在新手家道的综艺节目当中 还能够看到好声音学员的合作演唱 是一种荣幸 这首《最好的我们》太经典了 是向《最好的我们》致敬 也是送给他们自己的战歌 此外虽然不少人对流量都嗤之以鼻 但是不得不说 在这个时代里面 流量终究是绕不开的话题 尤其是当老一辈的歌手 逐渐地淡出新生代 以全新的模式崛起之后 相比纠结流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如考虑一下 如何将实力和流量结合吧 有句话评价的非常到位 所有的发展都是随着需求在更替的 如果没有办法适应时代 那么就只能够被淘汰了 只用者而非标签的本身 理解了这样的一层概念之后 相信大家对于流量也能够有所改观 华语男歌手网络影响力指数榜 周深会会成为最大的黑马 说实话 换任何一个榜单 周深排进前三名都会丝毫的不意外 但是在网络影响力榜中 流量至上的榜单当中 周深竟然打败了一众顶流来到了top3的位置 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大家都知道周深唱歌好听 但是具体人气有多高 始终没有定论 只能够从评论数量 话题热度等细节里边来简单推测 如今周深在流量排行的榜单里边 机身前三 或许是以往努力最好的回报 他再也不是那个小巧的上帐了 现在周深自己在流量大军里边 撕开一道口子 成长速度和破坚力度都非常反响 当然周深能够有今天也不算是意外 从最初的《中国好声音》 到后来的《生人仙》和我们的歌等节目 周深每次进一步 大家都是看待眼里的 有些人真的是又强又努力 虽然成功来得迟了一些 但是这一切都是注定的事情 希望周深能够在音乐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让人期待的歌手了 他值得所有的赞誉 其实流量歌手作为公司推向市场的一种产品 本质上应该是用来服务听众和用户的 但现如今却被太多粉丝供了起来 这种戏剧化的角色反转 让整个游戏规则出现了变化 而且是非常极端的那种 有的时候仔细想想 如果粉丝都是因为作品足够优秀而买单 或许可以最大程度的优化流量歌手 服衍听众的情况 让整个歌坛的生态有所转变 毕竟拙生物化成余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例子 他们正在将流量和实力完美统一 不过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只有少部分理智的粉丝 愿意去衡量偶像的颜值和实力 大多数依然坚持颜值及正义的理念 想要将流量和实力彻底的融合 恐怕还要再等几年 最后说一句吧 很庆幸现在出现了不少的新生代 愿意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现状 希望数年之后对畸形的市场关系可以得到扭转 出发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